欢迎大家收看突发与现场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再有人质或是 红十字证实哈马斯释放人质身份曝光 成都崇州被恶犬撕咬女童已转出ICU 河北贪犯户殴 有人被打至不省人事拖走 特朗普支持者将拒绝众议院议长的头号候选人 加剧了共和党内的混乱局面 特朗普在集会前遭到抗议者高喊关进监狱的嘲讽 实际上推翻一场你知道自己一方输掉的选举更糟糕 请大家收看 成都崇州被恶犬撕咬女童已转出ICU 综合新闻 10月23日记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了解到 10月16日被狗咬伤女童经医院积极救治 10月23日已从ICU转到普通病房 目前 该患各项检查指标均明显好转 一时清醒 能自主进食 于23日11时转入普通病房继续治疗 并据爱德人民日报消息 截至23日上午11时 华西医院人工缴费窗口收到预交金 共计22万元 目前已使用近6万元 再有人质获释 红十字证实哈马斯释放人质身份曝光 美联社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称 哈马斯武装分子已经释放了他们在加沙地带扣押的两名人质 这是该组织第二次释放在10月7日越境入侵以色列的血腥行动中扣押的人质 以色列媒体确认这两名人质是以色列尼尔奥兹集体农装的约切维德·毕夫西茨 You have it live sheets和努里特·库珀 No eat cooper 河北贪犯互殴 有人被打至不省人事拖走 综合新闻 河北邯郸市从台区康德夜市上周六22日发生一宗勾人事件 当地警方赶到现场 伤者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并对打人者展开进一步调查 事发当晚大约在90左右 两组伤犯因摊胃问题发生口角 为挤口角演变成肢体冲突 目击者指双方情绪激动 有人甚至被围殴无法动弹 从网上流传影片所见 两个伤犯被四名持续猛烈踢打 其中一个伤犯已经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被人拉着脚紧撕扯头发 事后警方赶到现场处理 消息指九名涉案人士全部归案 特朗普支持者将拒绝众议院议长的头号候选人 加剧了共和党内的混乱局面 英国每日电讯 据报道 唐纳德 特朗普的盟友们正准备拒绝最高级别的众议院议长候选人 汤姆·埃穆尔 引发了人们对没有候选人能够统一支离破碎的共和党的担忧 有人担心 共和党议员可能不得不与民主党合作 确保这个空缺得到填补 自13日以来 众议院一直没有议长 当时凯文·麦卡锡在216-210的投票中被罢免 这9位候选人被给予几分钟的时间来展示自己是最佳的议长候选人 预计星期二上午将进行闭门投票选出下一位候选人 特朗普在集会前遭到抗议者高喊关进监狱的嘲讽 英国独立报 唐纳德 特朗普抵达新罕布什尔州申请该州共和党初选时 受到一名抗议者高呼关进监狱的欢迎 特朗普于周一申请参加2024年选举 并有望就他正在进行的法律斗争以及他的共和党竞争对手发表讲话 特朗普仍然是几项活跃的法律调查的焦点 包括司法部对他处理美国机密和对美国国会大厦袭击的起诉 尽管面临这些法律挑战 特朗普仍然是2024年共和党提名的热门人选 实际上 推翻一场你知道自己一方输掉的选举更糟糕 华盛顿邮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与律师希德尼 鲍威尔保持距离 鲍威尔上周在乔治亚州富尔顿县被提起的指控中认罪 特朗普声称鲍威尔从未是他的律师 尽管他在2020年11月的新闻发布会上 被介绍为代表特朗普总统和代表特朗普竞选团队 然而 特朗普此前曾考虑任命鲍威尔为特别顾问 调查选举舞弊指控 特朗普的另一位律师肯尼斯 切斯布罗上周也认罪 据报道他不相信选举被瞧拜登窃取的大谎言 加文 纽森希望将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法规推广到全球 纽约时报 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加文 纽森采取了重要措施来应对气候变化 包括签署法律 禁止到2035年销售新的汽油动力车辆 并在2045年停止向大气中添加二氧化碳 批评人士认为 他的一些气候政策不切实际 可能会破坏能源供应并增加电费 对广泛认为 将在2028年竞选总统的纽森 正在与中国省份谈判气候协议 以出口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政策和技术 以色列最新消息 军方警告不要谈论释放人质 雅虎 以色列军方警告称 地面入侵加沙地带的行动即将开始 此前他们宣布对加沙地带进行了空袭 并在该地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突袭行动 以色列军方发言人丹尼尔·哈加利表示 尽管以色列正在努力确保人质的释放 但最好还是等待官方声明 有报道称可能会释放多达50名人质 美国已经向该地区部署了两个航母打击群 并在周末击落了从野门发射的 疑似朝以色列飞行的导弹和无人机 与此同时 由于与哈马斯的冲突导致的后果 以色列的货币和债券 在该国央行将利率维持在2006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并下调了今年和明年的增长预测后进一步下跌 阿根廷选举 马萨的渐进方法对比米莱的激进计划 彭博社 阿根廷的两位总统候选人 塞尔吉奥 马萨和哈维尔 米莱在经济和外交政策等各个问题上 持有不同的观点 他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 是对于像阿根廷这样的发展中 经济体中国家角色的看法 考虑到佩隆主义在国会中的支持 马萨的计划被认为更具政治可行性 然而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称 阿根廷没有时间进行渐进政策 马萨加深了阿根廷与中国和巴西的外交关系 而米莱则希望改善于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 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也存在分歧 米莱否认人类活动是全球变暖的原因 而马萨则承诺推动与经济增长相一致的环境政策 查尔斯国王要求普拉特停止向慈善机构以外的人支付款项 悉尼先驱晨报 澳大利亚亿万富翁安东尼 普拉特声称 在秘密录音中 皇室顾问要求他限制对查尔斯王子的付款 以避免出现任何不当行为的形象 录音显示 普拉特讨论了他的财务交易 并希望培养像王子这样有影响力的人对他未来有用 普拉特声称 扎尔斯的助手联系他说 付款应限制为对王子慈善机构的捐款 因为查尔斯不想拖累王室 对于向查尔斯支付的款项的性质尚不清楚 白金汉公对此事未回应 多年来 普拉特向查尔斯的慈善机构捐赠了数百万美元 并与王子保持友好关系 亿万富翁还在录音中讨论了与前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关系 但特朗普将这些说法称为假新闻 避贵人债权人寻求信用违约互换 CDs裁决 以确定违约事件是否发生 彭博社 信用衍生品决策委员会 被问及避贵人控股为支付美元债券利息 是否会触发与开发商债务相关的信用违约掉期 该公司最近为支付美元债券利息 并且30天的宽限期已经过期 碧桂园是全球负债最高的建筑商之一 总负债达1860亿美元 其债务现在以几分之一的价格交易 巴西校园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南华早报 周一 一名枪手在巴西圣保罗的一所学校开枪 造成一名学生死亡 另外三人受伤 这名枪手是一名就读于该校的十几岁男孩 他近距离开枪射击 导致一名15岁的女孩死亡 另外两名学生被枪击并受伤 第三名学生在逃离袭击时受伤 枪手已被逮捕 巴西最近发生了多起学校袭击事件 促使政府宣布采取措施加强学校安全 并打击在社交媒体上宣传学校暴力的内容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您的观察员 为您带来今天的新闻简报 在我们的新闻中 我们看到了一些重要的事件 首先 成都重州被恶犬撕咬的女童 已经转出了ICU 情况有所好转 这是一个好消息 我们希望它能够尽快康复 另一方面 红十字证实 哈马斯已经释放了两名 在加沙地带被扣押的人质 这是该组织第二次释放人质 这是一个积极的发展 然而 以色列军方警告说 地面入侵行动即将开始 情况可能会变得更加紧张 在国内新闻中 河北邯郸市发生了一起 贪犯户殴的事件 导致一人被打至不省人事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我们希望当地警方 能够彻底调查此事 并给予受害者公正的处理 在国际新闻中 特朗普支持者拒绝了众议院议长的 头号候选人 这加剧了共和党内的混乱局面 这显示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和动荡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此外 加文 纽森 希望将加利福尼亚的气候法规 推广到全球 这是一个重要的举措 我们希望更多的国家 能够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并采取行动 最后巴西发生了一起校园枪击事件 造成一人死亡 三人受伤 这是一个令人痛心的事件 我们希望巴西政府能够加强学校安全 确保学生的安全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简报 我希望通过我的分析 能够给大家一些不同的观点和思考 现在 我邀请大家参与讨论 分享你们的想法和观点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措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eat.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